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就是跟那个画上的一个不忘初心似的 没错 我们做事情这个唯一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要开心 玩着玩得开心 做任何事情要开心 开心的事情我愿意 不开心我再不会做 我是对那个老兵特感兴趣 我就特想去 其实离杭州很远 有好几百公里 他马上又找他的朋友 然后找出 然后走几百公里到这 路上地图怎么走 到哪吃饭 全部都在他肚子里烂熟一心 他是空军 所以他的速度得快 打击得精准 这些基因都是遗传的 就跟许元斌遗传他爸 装甲兵的那些素质似的 可惜许元斌 最后没生中将 如果生中将肯定也是一口 无缘就更蒙急了 这辈子也飞不了 战斗机了 小的木材 这是千斗壶在做鱼 让这个底下是灶 上面是一个大锅 这个一面做客人就聊天 差不多就做熟了 天档壶的 这是特工的手机 特工的 他觉得我这是特工的 对 你看看错了 这油一样 嗯 他不过热 嗯 这个最热的什么呢 北京二贵猴 嗯 北京二贵猴 来做这个 嗯 就是不会太兴趣 哦 去兴哈 对 不会太兴趣 你们吃不吃辣的 超出饭 这样太热 只要你吃得了 三奶 一杯 你看看 牛皮鸡 有没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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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转 有没有转 有转 起来 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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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这什么 客总兵生下椰子汁 客总兵 客总兵 他要做的这条鱼叫雍鱼 就是雍草莲雍 四大家鱼之手 雍鱼 下锅就在这 火不抽 他有素油 还有猪油 还有菜籽油 锅里有蔬菜的菜籽油和猪油 两种油 上面有抽油烟机 把这个油给抽走 这是另外一桌 当地老百姓就这么吃饭 它是把这鱼片成两片整条的 二锅头 然后往里放二锅头去腥 啤酒一瓶 啤酒一瓶 它都吃了 好 吃饭 由于南方没有取暖 所以冬天都喜欢围着桌子吃这种 类似火锅似的东西 然后大家边吃边取暖 这个火锅跟太行山 我刚吃的太行山火锅就截然不同了 这鱼的尾巴翘起来就说这鱼有多的 所以人很残忍 这是土鸡 这是土鸡 就是那个 所以你看这个 如果无缘要去带兵啊 肯定能打生长 哈哈哈哈 来 就他这作风特像许元斌 许元斌呢像 我没见过许光达 但我见过许 我认识许元斌 我也不认识吴彦他爸 吴奇瑶 但是在他身上能看见他爸的基因 干 干这个 真好 是 千岛湖有机鱼 这还不算完 你看里边 鱼头鱼头 不要吃鱼头了哈 那些关心 呃 这些首都的人才 别人才会打仗跟你玩命 是吧 反正你老吃冰雪 哎 你能玩我们 我们也能玩你 嗯 对啊 有点辣 一点腥味都没有 嗯 他把这个 呃 新鲜的鱼 煮出乳白色的汤来 就像那个牛奶颜色的汤 他这个还是加做酱油的啊 啊 调个鲜的 一份我们也在这个店里 给长安的所有的老兵 聚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的味道 对 对对 背面就是长安县人民医院 嗯 嗯 我们来这里吃饭是他们医院介绍的 嗯 就是说绝对不会插的 嗯 因为插的上不可能会介绍我们来这里 因为医生他们也在这里 嗯 所以说知道这个店不错 嗯 那每次路过吃饭肯定在这 嗯 应该说唐老师还不错吧 好好 哦 还怕变不成绿水青山吧 嗯 这是同等一个条件 是吧 所以说 等到他在安吉说这个话的时候 整个安吉现在就是 整个渔村都 都发展了 都富裕了 春春也漂亮了 是吧 但是这家好处就是在 这家还是比较一个 富裕的一个身份 是吧 其实我们邪大大在这家当了五年书记 呃 对这家的贡献货还是挺大的 点变了很多东西 你照顾李先生也就是学他的东西 然后走了 啊 你 他这个身上的标志是个少将 是美国空军少将的军衔 我觉得他特能当一个好的空军的 战斗机的飞行员 可是他这辈子没戏了 还有一个人 能特好的坦克兵司令 就是许元斌 啊 许元斌也落在衣上 憋着一个美国的坦克兵的坦克灰 哈哈 在解放军里也放毛麟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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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